十年前 她顶替别人上了大学 把我的户籍啊 档案啊 什么 nome号码都用了 克隆身份 如今她成了部科技干部 那里面的事业 她残压了 公共要考慑 别也被不用了 她是逐渴满天过海 又怎样通过层层审核 今日说法 为你播出 克隆人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人冒名顶替的张志刚 这个身份证号是从出生是唯一的 以前江的养老啊 还有其他的专科毕业证啊 当时还要领这个本科毕业证啊 如果我这个户口不更正过来的话 就是这都作废了都用不成了 张志刚说 他是1999年参加的高考 却一直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而实际上 当年他已经被开封广播电视大学录取 只不过录取通知书被一个叫庞悦华的人冒领了 为了印证张志刚的说法 记者尝试着联系了庞悦华 但电话一直没能接通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于是 记者又来到了卫士县产业集聚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张志刚说 冒名顶替他的庞悦华就在这里工作 不过在这里他的名字叫张志刚 他现在还 据说是还上班 停职了 他停职以前的单位是具体负责什么工作 这个承建 就是一个负责级 负责 干嘛 对 你知道他以前不叫庞悦华吗 不知道 都是来的都是叫张志刚 饿了就叫他叫张志刚 就叫他叫张志刚 没想着叫他 挺没想着 没想着 他就是包括说话的话 都感觉就感觉就不是说给可害羞 就哪边一点 看来 庞悦华顶替张志刚的事情应该不是捕风捉影 那么 当年庞悦华是如何取得张志刚的录取通知书的呢 记者首先找到了未实现城关高中当年的教务主任 了解当年录取通知书的发布情况 通知书由我领导学校进行冲击 然后分发为合班班主任 要求老师通知的每个学生 并且每个学生都要上学校看看自己领取的发放通知书 未实现城关高中当年的教务主任说 录取通知书应该是由张志刚的班主任发放给学生的 把这个通知书当时应该是由我从教导处可能给他领到我那个地方 有一天一个叫网亮的 并且他是人事局的局长 我们也很熟悉 我们是大学时候同学 他说我的亲戚的一个叫张志刚的通知书还在你这放吧 他说他让我收回去 有俗人我想到他不会去冒名顶替去领这个干别的啥事啊 当时我也没在多想 当时就把这个东西给他 张志刚当年的班主任说 当年录取通知书交给了张志刚的亲戚王亮 然而张志刚却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王亮 那么这个王亮是谁 他取走了张志刚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又交给了谁呢 根据咱目前这个调查初步掌握的情况 这当时他这个录取通知书是通过他的干爹 一个叫王亮的人从他的班主任处搞出来了 据了解王亮是庞岳华的干爹 当时呢他曾经任职于卫视县人事局是副局长 但是现在王亮已经去世了 所以当年庞岳华是怎么拿到张志刚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清晰准确的答案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 庞岳华一直没有接电话 于是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魏志县庞岳华的住处 庞岳华的姑姑说 庞岳华家住农村家庭贫穷 庞岳华在县城里也没有住处 就一直借住在姑姑家 庞岳华的姑姑承认 庞岳华是顶替张志刚上了大学 而且也确实是庞岳华的干爹王亮一手操办的 但他们不知道详细的情况 不过按照正常的程序 一个人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 必须有本人出面才能把户口签到大学 那么当年张志刚的户口 又是怎样被庞岳华签出去的呢 他的亲生父亲庞和平和他干爹 又托人找到老旅村的村支书 找到村会计为他开了一张签一证 因为99年的时候 这个户籍管理不是很规范 当时的户籍意识不是很强 一般咱都是凭录取通知书和室内签一证 也就给他办户口了 因为当时这种情况 也可能咱民警也就不会有想到会有人冒用 也没有去核实 也没有去核实 有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又有了证明身份的户口迁移证 庞岳华在签走了张志刚的户口之后 来到了开封市广播电视大学 至此根据目前记者调查的情况 庞岳华冒名顶替张志刚上大学的情况 已经基本明了了 可是接下来 庞岳华从参加工作到成为一名副科级的干部 组织部门应该对他进行严格的审查 那么相关部门为什么没能查出庞岳华的真实身份呢 他的监理是这样的 是旧旧念到另一念是凯峰电视大学 凯峰电打上学 另一年的四月 他参加了凯峰室的公务院考试 并且被卢用了 另五年的六月到另七年的十二月 在公业集体官卫会 另八年还认过称检所长 卫视县组织部副部长出示的这份干部档案中 第一份材料就是庞岳华的学历档案 然而档案中关于庞岳华的住址 生日等户籍信息全部都是张志刚的 那么卫视县组织部门在干部录用过程中 是如何审查庞岳华的呢 一个是这个师弟了解 就是到他档位 遭他的同事佐探 来了解他的工作情况 再一个就是查阅他的档案资料 你比如说这个 你看他这个上学时候的照片 给他工作以后的照片 这前后就是一个人 他档位去考察的时候 嘴响也是这个人 卫视县组织部副部长介绍说 考察干部核实身份 主要是查阅干部档案前后信息是否一致 而干部档案一般是从学历档案开始累积的 一旦最初的学历档案有纰漏 通常是很难发现问题的 更何况当初选拔庞岳华的时候 组织部门还按照程序 对庞岳华的情况进行了公示 也没有人反映庞岳华有什么情况 张志刚说 1999年他高中毕业之后 就去了西安读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后来在西安做了一名普通公司的销售人员 如今为了自己被冒名顶替的事情 他从西安回到了卫士县农村的老家 一边帮着父亲做农活 一边等待着当地纪委的调查结果 而自己被庞岳华冒名顶替之后 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他不冒名顶替我上大学 我也不会现在是这种情况 在西安打工 造成我二代证现在办不下来 仰来交不上 张志刚就觉得 庞岳华冒着他的名字上了大学 所以侵犯了他的姓名权和受教育权 于是他把庞岳华告上了法庭 要求对方赔偿自己六万元的损失 而就在这个时候 庞岳华却说 他冒张志刚的名字上大学这个事情 张志刚自始至终都是知情的 庞岳华的描述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那么张志刚对此又会有什么表示 原来我那个户口的 户口能不能给我 这天张志刚给庞岳华打电话 索要自己的户口 可庞岳华在电话中却说 张志刚的家人当初是知道 他冒名顶地上大学的事情的 而且也是同意的 果真如此吗 对于庞岳华的说法 张家人坚决否认 那么庞岳华有什么证据证明 张家人当初既知道又同意呢 张志刚的家人一直说 当年他们并不知道冒名顶替的事 也没有收过 那么张志刚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 庞岳华冒用了自己的名字呢 我07年7月份的时候 二代身份证办下来 我发现那个初生年纪也有错误 您是11月的生日 对 现在可以改成了10月4日的生日 对对对 张志刚说 自己被冒名顶替的是 他是在2007年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 才发现的 他们就在电脑上一掉一查 就发现 这个一代身份证号有人在使用 张志刚说 他发现自己的一代身份证号码 确实被另外一个人使用着 那个人也叫张志刚 他这才知道 他被人冒名顶替了 当时99年的时候 参加高考时候 我们那一届 就我一个人叫张志刚 通过这我就想到 肯定会有人冒名顶替我上大学 张家和庞家说法不一 矛盾的地方很多 于是我们很难从他们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 了解到准确的事情经过 在记者的调查当中就发现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很重要 因为他高中的时候是张志刚的同学 大学的时候是庞月华的同学 所以他可能对这两个人的情况 有更清晰的了解 于是我们的记者 拨打了他的电话 当时张志刚知道 庞永华是顶替他的名字上大学的吗 我想应该知道吧 99年元代期间 快放假的时候 他去到以后 就是说找到我们以后 就直接说 让我渐渐顶替我上 顶替我上学那个横耀华来 就是这句话 我到现在 我这个记得非常清楚 我刚肯定就是说 他们之间肯定的人知道 张志刚的同学崔雷说 他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也就是1999年底 张志刚曾经到他当时就读的 开封市广播电视大学看望他 那个时候 张志刚曾经主动提出 要见一见庞月华 如果崔雷的话是真的 那么就证明当时 庞月华冒名顶替张志刚上大学 张家人也是知道的 那为什么在时隔了十多年之后 两家要对簿公堂呢 那你命中当初 你同意的 你不上了 在这种东西你也接受 你要如果不同意你就接受 你个晚上以后 你没有蹭起来 想着他要赶着也蹭起来 瞧啥的 要他去 要四二晚的 庞家人说 张志刚是因为自己 在外面打工混得不好 看到庞月华现在成了 副科级的干部 于是就提出了十二万元的补偿 庞家人拿不出这么多钱 才被张志刚给告了 对于庞家人提出的 这十二万元补偿的说法 张志刚坚决予以否认 我没有谈钱的 就是说把户口给我 钱 差不多也不能弥补这些户口 这十几年的这些损失 就在记者准备结束采访的时候 张志刚告诉记者 他已经将卫士县公安局 教育局 原卫士县城关高中 以及开封市广播电视大学 作为追加被告 告上了法庭 赔偿金额也由六万多元 追加到了十三万多元 而记者一直在努力联系的庞月华 也给记者发来了短信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 我是在征得他的同意 我才去上的 他给我要十二万 我没有 他才这样 我现在正在接受调查 别的我不想说了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永教授 王老师 庞月华冒名顶替张志刚 上大学的事情 在法律上 这个事情本身应该怎么定性 从公法的角度来说的话 显然是违反了教育法 户口登记条例等行政法规 情节严重的话 也可能构成犯罪 另外从司法层面来说 庞月华冒他人之名 实际上也是侵害了张志刚的姓名权和受教育权 给大人带来损失 他因此还应该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但是现在有人就指出 背后有可能存在交易 今年张志刚很可能知道 庞月华冒他的名去上大学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描述是成立的 庞月华还算对张志刚姓名权受教育权的侵犯吗 还是要赔偿吗 如果说张志刚知道 他也许可 甚至是发生交易了 那么这个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侵权行为 以及损害赔偿就不能成立了 那么另外一点 那么从公法的角度 这个实际上是双方窜通 共同欺骗 共同的违法行为 来逃避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查 来违反了国家的这种 招生政策和法律制度 户口登记的相关政策 那么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相互窜通的 共同的违法行为 也就是说如果张志刚知情的 甚至于存在着幕后交易 那么张志刚也要因为违反行政法规 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他这个也不可逃避 对吧 因为他也是参与其中的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张志刚是把学校 公安 教育局都追加成了被告 有没有法律依据 首先这里有一个前提 这里的侵权行为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的 张志刚不知道 那么我们是可以根据他的相关部门的过错的大小 和他原因力的比例 来要求他对张志刚的损失进行相应的赔偿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他要是知情并且有交易 那就不存在了 侵权行为不成立 那么相应的要求其他部门来预赔偿 这个显然也不成立 现在这两个人是不是应该迅速的回归到 他们自己的身份当中 是 无论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许可还是不许可 他都可以要求庞悦华停止使用他的信息 都可以要求相关的户籍登记 恢复真实的原貌 也就是不管侵权官司最后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侵权官司和他们各自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没有关系的 目前当地的纪委和相关的部门正在对事件的真相进行调查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 无论张志刚 庞岳华两个人之间的这场是非 最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了断的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有一个道理 是大家心里面都非常清楚的 就是要诚实的面对发生的事实 要诚信的面对社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王老太一家讨论 ihan谢谢 没事 没事 отд allied 没事 容易 ビ са окой